一生所爱里的爱情线是五百年 卢冠廷写她用了两天 大漠孤烟纸 长河落日圆 铁棒横在双肩 看她拽拽的抖起 每一步都失魂落魄 每一步都撕裂新线 此时她是猴是人是狗 都无需追问 一生所爱前奏响起 青春开始落幕 泪水早已蜿蜒 1994年 大话西游导演刘震伟 请卢冠廷帮忙携手主题曲 一枚剧本 二枚长片 刘震伟只好把卢冠廷 叫去西安的拍摄地 打算当面将电影故事讲给她听 刘震伟在讲故事方面 确实一绝 只是故事再有意思 也架不住卢冠廷记性不好 那天刘震伟讲了好几个小事 卢冠廷只记得一句 五百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 优秀的作曲家 不会用逻辑去创作 气美的爱情结局 就可以让卢冠廷灵光炸现 一个个音符的勇气 让她当即生成玄奕 回家再用吉他遗传 旁边的妻子听完顿声畅然 卢冠廷妻子是知名作词人唐淑琛 她将电影故事讲给妻子听 两人凭着五百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 这个一项 连美完成了一生所爱 好事只有两天 而她在华语世界中催泪效果 却已保持了二十多年 模仿坛上 主持人这么问卢冠廷 什么是你的一生所爱 本以为她会像旁的歌手那般 说音乐 聊梦想 结果卢冠廷却这么回答 我的一生所爱当然是我的太太 就算和音乐相比 她也还在第一位 世人皆知卢冠廷是乐团神话 却没人知道 没有唐淑琛就不会有卢冠廷 他帮她改名 为她写词 亲手送她独有的宠爱 至尊宝和子佳终是路人 而卢冠廷和唐淑琛则则是 我愿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交结 陈医生治愈了万千痴男悦女 那一次却没法治愈自己的红颜病 2005年的金曲奖典礼上 主持人起声高喊 金曲金奖得主郑中基 原本消敛应用的陈医逊表情凝固 故障动作略显尴尬 在接下来的流程中 陈医逊更是全程黑脸 按理来说 郑中基的实力和地位不及陈医逊 但他那首无赖太无赖了 难怪陈医生言红 歌曲发现后犹如平地惊雷 砰的一声将郑中基推向神坛 那段时间大众对他评价颇高 甚至送他一顶高帽 歌神接班人 有人说这首歌是郑中基写给杨谦画的 有人说是送给阿萨的 其实那都是脑部 在收到咨询时 郑中基心生怒意 他以为对方在戏耍自己 于是皱着眉头问创作者 这词真不是拿我当主角 创作者也让人识想 真不是 这是我个人独白 随后郑中基接连盘问了各个同事对歌曲的看法 没想到大家只有共同的感受 歌曲的共鸣感特别强 所以别存在感太强 无赖多了去了 后来拍MV 郑中基特意请来20余位好友客串角色 为了打谢众人 他还准备了自助餐 一共大火大吃特吃 由于那段时间郑中基的负名新闻不断 他将所有负名新闻用串烧的形式 剪辑在MV里 这样郑主的盖章也让无数人调侃 整个娱乐圈也就太刺激这么干 的确 不拿出点魂不立的话都对不起歌名 对机遇的探图奈何 被口出笔伐的自嘲与反击 对女友的愧疚与惋惜 种种情绪都被郑中基融入作品的演绎中 就像词里写的那样 偏偏你愿意等 为何还喜欢我 我这种无赖 人在滚滚红尘中 一半是无赖 一半是无奈 歌和人一样都会变老 但歌不会死 只会更有味道 2003年的一天 50岁的钟镇涛洗净鲜花 光头出场 早年的俊俏小声已是沧桑盈汉 沙哑低沉的嗓音一出 让一切随风这首经典之作 似也变了容颜 除了风雨七迷 还有双刀雪剑 钟镇涛是乐转影最为成功的艺人 乐队主唱出道 转行成演员后 被导演们尊为票房领调 只要请他当主演 票房奖项应有尽有 而且乐坛事业如日中天 两开花的事业让钟镇涛年少成名 1987年 钟镇涛邀请写下 我的中国心的黄山再度出身 为日本音乐家大业客户扑去的任意让时光流逝听词 两人斟酌斟酌再斟酌 终于写出让一切随风这首血雨金曲 钟镇涛曾在访谈节目中自保 唱歌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压 心里的压力是降下来了 可护嗓的压力着实不小 因为他有演唱会前师生经历 为了保护好嗓子 家里的水龙头必须安装电解滤水器 每次喝水必须提前把水煮开 演唱会来的因必须坚持不用中药 钟镇涛嗓音愈发圆润 也为日后的洗经奠定了基础 2002年 钟镇涛因炒方事务微服两亿债款 卡里没半毛钱的他 无奈人情破产 豪债被抵押 消费被限制 钟镇涛只能一脚踏进演艺圈赚钱还债 一夜间从高处跌落最低谷 这位巨星也迎来人生至暗时刻 歌曲里的一句句扎心歌词 也恍如预言般照进现实 风中风中 心里冷风 吹尸了梦 失为过去就已失踪 或许这也是钟镇涛当时的状况和新生 你最爱拿首粤语歌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